明星妈妈颜值怎么样 富京的妈妈很朴实 居静一的妈妈太美了吧 富京香蕉娱乐旗下的练习生 在2017年正式成为Trainee18成员 在今年大火的创造101中 他保持着第一期的霸气 一直保持着排名在出道位中 最终以第十名的好成绩 以火箭少女101成员身份顺利出道 富京长相不算甜美 比起组合第一第二名的孟美琪和吴轩怡 他的长相更为大气 无论是单个五官还是整体 都十分大气漂亮 那富京的妈妈长什么样呢 在创造101的某一期中 富京妈妈就有露面 让网友感到意外的是 富京的长相十分欧美 五官硬朗 而他妈妈长相却十分普通 十分朴实 居静一也是通过女子选秀出道 不过早于创造101 因为被日本媒体冠以 四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少女的称号 让国人对他多了一份了解 居静一长相十分清纯甜美 人美歌甜 性格却大大咧咧 这一份反差萌 让他收揽一大批粉丝 而居静一妈妈的照片曝光之后 他一直被媒体和营销号吵得整容的传闻 不攻自破 不得不说 居静一的妈妈比她还要漂亮 简直就像曾经偶像剧的女主脸 网友都不得不感叹 这也太美了吧 如果居静一的妈妈和她一起竞争出到位 居静一这个国民美少女的称呼 就得让位了